欢迎收看105年8月13号 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薛婉珍 由青年港督有线电视主办的幸福区里一日游 周六前进到了小港区 来自高雄市各地的市民 在导览人员的带领下 畅游鸿毛港文化园区 保览高雄搞的风光 不仅让市民有机会认识鸿毛港过去的历史 也对高雄发展的轨迹有进一步的体会 幸福区里小港一日游 就在全车人员欢呼声中 幸福区里一日游欢乐出发 尽管天宫不作美不时下起雨来 但能够利用周六假期出游 喜乐心情还是表现在脸上 今天虽然天气不好 但是我们怀着很高兴心情来出来玩 今天天气虽然不好 可是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 幸福区里一日游 这次挺进小港区 鸿毛港文化园区成为首选 是希望透过导览 让游客更加认识鸿毛港人 代代相传累积下来的文化特色 游客中有夫妻同行 也有全家大小同游 更有亲朋好友揪团参加 对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安排幸福区里一日游 除了肯定外 也对高雄市的在地历史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虽然是在地的高雄人 但是很多细节的文化 我们都不晓得 那今天很开心 虽然下着雨带着小朋友出来 也让我们还有小朋友 来知道更多高雄的资讯 那也谢谢青年这次帮这个机会 让我们有这么超值好玩的行程 青年港都真的有让我们知道 我们高雄有些文化 一些资讯 让我本来不知道的 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让我更深入了解 我们高雄港或者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感觉很兴奋 走完武汉园区 当然还要搭乘游艇 让游客近距离接触 高雄港的海上风光 要搭乘了 要搭乘了 40分钟的航程 看到高雄港第二港口 及静静出出的大船 但不论是参观 红毛港文化园区 或是保览高雄港风光 让高雄人更加认识在地 就是青年港都举办 一日游的最大目的 我们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因为一直秉持着爱高雄的精神 所以其实不只是小港 我们在针对就是高雄 其实我们总共有8条行政区的路线 都针对所有 都是当地的行政区 他们的一个特色产业也好 或是在地的一个历史文化跟人文的部分 有些特别的景点 我们都有安排 带我们的收视户贵宾 就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深度导览的体验 从第一站左营区开始 青年港都举办幸福区里 一日游活动 已经迈入第六站 除了带领民众造访区里 同时也体验地方特色 也难怪参加的民众 让各个开心不已 直呼爱上高雄 幸福区里一日游 青年港都来高雄 港都新闻 林家明 宣传 采访报导 全台首量的开顶双城巴士 在10号开始试运后 让不少民众都想要搭乘 12号傍晚 市长陈菊也第一次来试乘双城巴士 从孟时代出发 沿着城公路 五福路 再回到中华路 一路上吸引不少民众的注意 还拿出手机来拍照 陈菊也赞叹高雄市的夜色 是越夜越美丽 开心的挥挥手 乐情的和市民打招呼 市长陈菊在12号傍晚 第一次试乘 10号才开始试运运的开顶双城巴士 除了城局之外 交通局长陈静甫 观光局长曾滋文 社会局长姚宇静也一起上车体验 而这辆全国首辆的开顶双城巴士 是经过重重困难才引进高雄 试诚后也让城局赞叹港都的夜色 看到不同的高雄 高雄的美 如果有不美的地方 我们会改善 所以我们发现高雄越越越美丽 双城巴士从梦时代出发 沿着城公路 可以看到大新商场 还有中刚总部大楼 另外一边还可以看到轻轨刚好行进高雄展览馆 之后再转到五福路 大力百货也阴露眼帘 最后在中华路上还可以看到 票选十大必去的高雄市总图 一路上不少民众看到这辆双城巴士 也都好奇的观看拍照 除了这条南北向的路线外 还有一条东西向的路线 南北向就是目前我们四层的路线 会经过我们最精华的 这个亚洲新湾区的这一个区域 那东西向是涵盖 就是我们西子湾 哈马兴 博尔 然后也是一样到我们爱河 再到文化中心 这是属于我们东西纵轴的 这一个重要观光的路线 未来这两条路线会行进高雄市区的重要景点 提供给观光客用不同的视野角度 来观赏高雄的美 从一个更高不同的角度来看高雄的美丽 高雄的不同 所以我想我们两条路线 我们的观光局都规范的非常好 我们希望很多的观光客到高雄来 真的体认高雄深度的美丽 那我们欢迎大家来高雄观光 巴士上层座位共有44个包含了特别设计的沙发桌椅 下沉也有10个座位和1个无障碍轮椅区 目前是市营运阶段 初期票价是每人300元 但是要到11月才会收费 预计年底正式营运 港督新闻林家民旋爱珍采访报导 暑假已经过一大半了 想要体验手作乐趣 或是选购特别的亲子商品吗 那就不妨来一趟R7创意所在吧 不仅有相当丰富的亲子商品连展 还有许多手作体验的课程 就连职人级的课程也都有 最特别的是将时下最夯的3D练印 结合科学的课程 有兴趣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 这些可爱又漂亮的亲子装 其实都是出自于高雄在地的设计师之手 还有这些能够启发学龄前小朋友的创造力 观察力以及培养手眼协调的一致商品 就连刚出生的小baby会使用的商品 都可以在这里选购得到 R7创意所在特别在暑假期间 推出亲子商品连展 还有拍照拿大奖活动 让一些民众来到我们这边 可以现场跟我们的道具拍摄 然后宝宝有话要说 然后让他们藉由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发声 传到网页上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投票 那我们的证品其实相当丰富 价值都快要一万元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结合我们实体的现场的活动 跟网路上的虚拟 也希望带动了更多民众的一起参与 来到这里还有这些绘本以及书籍 可以让小朋友选读 透过智慧装置 只要选择想要学习的语言 轻轻一点就可以轻松学会述中知识 还有这些恐龙造型 用3D练义所制作出来的拼图 就是结合R7各类进驻场上的技术 所提供的体验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暑假的活动 不只是我们一楼这边 有举办各式各样的一个活动之外 在二楼的部分 像是我们塑胶中心 有推一些3D的科学营 那甚至我们有一些印刷中心 他们有提供一些互动的东西 也在我们一楼这边 做一个整体的展现 如果厌眷和别人一样的T恤 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彩绘 画出专属于自己风格的衣服 暑假期间 这里也提供各式各样的手作课程 就连职人课程也都有 最令人心动的 就是时下最夯的3D练义课程 下面的话就是练义的速度跟时间 3D练义搭桌游的部分 然后让学员可以用3D设计 然后设计自己的角色 带点你的创意进去 让学生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3D练义搭创意科学的部分 怪手的挖斗 然后配合乐高 或是说一些额外的教具 然后把它组成一只怪手 然后让它了解说 其实3D练义它也可以运用在不同的地方 这一个一个造型不同的公仔 有小熊帆船等等 甚至是时下最夯的宝贝球 也都是用3D练义做出来的 但是来到这里 你可以做出不同于一般的3D练义作品 想要过一个充实又有趣的暑假吗 那就不妨来一趟R7创意所在 不仅可以体验手作乐趣 也能欣赏精彩的一文展演 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 高雄县市合并后 位在中正四路上的90亿会 闲置多年 市府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 变更土地为商业区后 将交由市府文化局接手活化 希望可以结合博尔艺术特区 改造成为文创会馆 旅馆和工作室等 将旧市议会火化再利用 旧的市议会就在捷运站旁 而附近有六合夜市 以及自强夜市 办公的商业大楼林立 不过在县市合并之后 市议会移到了凤山 而旧的市议会就荒废不用 让地方失色不少 行之后的旧市议会 大门深索 花园里杂草丛生 景象凄凉 如今市府将原为行政用地的旧市议会 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 变更为商业用地 将交由文化局接手活化 希望可以结合博尔文化特区 成为新的文创会馆 对啊 就比较会活化 不要变文子馆 就太浪费了 那个地点又漂亮 如果能够让人家观观什么的 非常好啊 方式对地方的繁荣 会不会有些帮助 我觉得很好啊 带动经济繁荣 旧市议会占地三千坪 有两栋建筑 分别是议事厅和后洞的议员研究室 和分组讨论会议室等 空间宽敞 适合作为文创工作室和旅馆之用 市议会后方呢 这栋高峰大楼是议员的休息室 大约有五十间 每一间房间八平大 有小客厅和卫浴设备 非常适合作为旅馆饭店之用 文化局近期就会规划招商 征求好的创意 也鼓励业者投资 采BOT或ROT模式招商 由市府评选最优的投资计划 作为活化旧市议会的参考 港督新闻潘志光 蕾长邦采访报道 一般人很难将旅游跟做工艺放在一块 高雄市一家旅行社业者 因缘际会接触到了 屏东恒春的原住民全能关怀促进协会 由于协会长期义务为上百名的学童 课后辅导 需要经费的支持 因此旅行社决定举办公益旅游 号召有心做工艺的民众 一块到南国之境 陪伴原住民孩童读书 吃当地的风味餐 欣赏小朋友表演 电话一通接着一通 都是想要报名参加小圆明大欢笑行程的民众 而这场工艺结合旅游的恒春轻旅行 其实是源自于一份感动 客业上的帮助或是他家庭的帮助 那我们有这样想法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协会其实是需要一些长期支持的力量 我们如果可以借由我们的工作当中 去给予他一些这样的资源 那是很好的事情 那特别又是如果可以透过旅游的方式 可以跟他们给予这样支持的力量 那我们自己开心他也会开心 原来旅行的目的地不是什么知名经典 而是要到位在恒春的原住民全人关怀促进协会 多年来这个协会义务为学童客后辅导 但因为外界捐款少 协会始终经费拮 旅行社尝试发起公益旅游 透过旅游结合公益的方式 每位旅客旅费当中捐出500元 击杀成塔减轻协会的负担 把旅游结合做好事 那是一件非常完美的感受 那又不要有商业的存在 那我们去做一些所谓一日游的推动 那直接到这个地方去做一个陪伴 那这个陪伴的话呢 也带来一些捐款 那这些捐款是作为日后延续性的 给予这个协会的帮助 除了拜访协会之外 也安排手工DIY 品尝道地原住民风味餐 特别的是旅客可以陪伴小朋友读书 看他们的表演 真正是一场放松身心的围旅行 附近的环境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可以 还蛮放松的 因为我自己去过 我会觉得说 其实下午的时候没什么事 然后那个凉风徐徐 然后跟小朋友在那里聊聊天 然后门口摆几张椅子 然后做做DIY在里头 那虽然没有冷气 可是是还蛮舒服的一个环境 旅行社分别在9月初及9月底安排四团前往 如果您对公益有兴趣 也想顺道一览南国的风光 可以直接上旅行社的官网报名 透过亲自陪伴 让原住民的孩童感受到这份温暖 港都新闻潘志光王思武采访报导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的自制频道 Channel4高雄都会台 官网全新诞生 为了鼓励民众上网浏览 特别推出了分享的抽奖活动 民众只要在8月16号之前 进入到青年港都的三个脸书粉丝团 完成三个步骤 就可以参加抽奖 有机会获得全年的购物礼券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的自制频道 Channel4高雄都会台 全天后播放9个专属高雄的自制节目 民众除了透过第四频道收视之外 现在也可以利用高雄都会台的官网 点选自制节目 就可以随时收看 所有的精彩节目 它都可以在这个官网上 做一个很立即的一个回顾 那如果要上这个官网的话 它只要上网搜寻高雄都会台 或者是透过青年港都 我们也有成立 高雄都会台的粉丝团 包含青年港都粉丝团 以及它的官网 它都可以来做一个 跟网站做一个连结 然后做一个及时的收看 高雄都会台的官网 才一上线就吸引每天上百人浏览 点阅次数不断冲高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为了回馈市民 特别推出分享抽奖活动 民众只要进入青年港都的 三个脸书粉丝团 完成三个步骤 就可以参加抽奖 有机会获得全年的购物礼券 从现在开始到8月16号为止 都有一个粉丝团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分享抽奖的活动 那所有的粉丝 它这个也不限青年港都的 收视户能够参加 它只要像我们青年港都 粉丝团还有TKTV 高雄都会台的一个粉丝团 以及我们一个公益之星的粉丝团 它这三个粉丝团都有连伴 那它都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讯息 那我们总共提供了总价值 超过1500元的一个礼券的部分 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民众跟收视户 做一个抽奖的一个活动 配合政府推动电视数位化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除了提升自制节目为HD高画质之外 也不断向收视户推广 升装数位机上盒 希望收视户能够尽快享受 数位化后带来更精致的试卷感受 家里可以来升装我们的一个 机上盒的部分 那除了我们机上盒提供了 很多的一个免费的数位服务 可以让我们的民众跟收视户 做使用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的高雄都会台 它现在都已经是高画质的一个播出了 那当然它 当然我们的民众家中 都一定要装有机上盒 它也才能够体验到 我们的一个高品质的部分 高雄都会台的官网 除了提供自制节目回顾之外 还有青年港都近期的公益活动 合作方案和金市奖得奖记录等 呈现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全方位的服务 希望借由青年港都的努力 让市民朋友认识高雄 进而爱上高雄 港都新闻潘志光 赖昌邦采访报道 农历七月禁忌很多 更别说是要到鬼屋一探究竟了 不过高雄一家鬼屋 结合密室逃脱游戏 挑战智慧跟胆量 可是受到不少民众的青睐 嘻哈高雄节目 特别安排了鬼月特辑 带领观众一块来试胆 精彩的节目内容 都在港都新闻抢线曝光 西洋人不怕鬼 中国人不怕鬼 但是西洋高雄 却是胆大不怕鬼 观众朋友啊 你以为西洋高雄 只是吃吃喝喝的节目吗 那你就错了 今天就是要颠覆这样的想法 带领大家来寻找 神秘的八把钥匙 农历七月谈鬼色变 但这间三年前成立的鬼屋 有别于传统鬼屋下完人后 就往前跑 它可是结合密室脱逃 到处都有关卡 每一关必须拿到神秘钥匙后 才可以开门继续通往下一关 第一次接下主持任务的 欧任跟西米露 亲自下场挑战胆样 寻找钥匙 关关囊过关关过 这对老少佩的搭档 不仅要从现场机关 与谜题中得到提示 更要从勇气与挣扎中取得钥匙 现场尖叫声事情 惊吓指数几乎破标 这边的鬼屋 跟我以前玩的不一样 以前就是一直吓人 可是这边不一样 吓人之外 你还要解题 找钥匙 对 没错 那个真的很难 例如算数学那些 而且那些鬼还会抓人的手 抓背 拉背 还要喊很大声才会得到钥匙 刚刚我要出来的 最后一关 我以为已经快过关了 快出来了 结果还有一个 还有一只抓我的脚 我被吓到 我也是 手还太抖 观众朋友 你的胆量够大吗 趁着暑假 嘻哈高雄带领大家一探原创鬼屋实际游戏的互动体验 尝一尝想要脱逃 却又无法立刻逃走的紧张刺激 千万别瞎破胆 港督新闻 盘志光采访报道 中午自助餐吃饱 通常都要六七十元 不过财团法人 金属中心的员工餐厅 两道主菜 外加五道副菜 七菜一汤 只要五十元的铜板价 这么便宜的团扇价格 让员工的荷包省下不少 甚至还吸引附近的上班族 抢着要吃这物钞所制午餐 不好意思 接过一下 中午十二点一到 金属中心的员工餐厅 一群人早已大排长龙 等着用餐 仔细看看 菜色虽然不算多 但价格却很让人心动 两道主菜 外加五道副菜 吃到饱 只要同板价五十元 其实是可以点五道蔬菜 可是因为有点摆不下 也吃不完 所以没有点那么多 然后再选一个炸的 跟一个卤的猪排 我们这样子只要五十块 然后如果有买中心的餐券的话 还有买食送衣 乔这位女士 便当盒装得满满的 外面自助餐 起码百元起跳 如今不到一半的价格 成为在这里工作同仁的小确幸 中心员工都还蛮常来这边吃饭 然后重点是餐点也不油 然后对现在来说 大家都不喜欢太过负担的食物 是非常好 菜色很好啊 很丰富啊 很划算啊 对 因为在外面一个便当 可能就要把七八十块了 对啊 所以在这边还蛮便宜的 因为就是五十块这一般来说在外面 可能大概可能要一百多吧 因为你两个主菜跟五个副菜 啊又很好吃啊 所以就每天就是中午来这边吃饭 就连食量比较大的男生 这里的饭菜绝对都能满足 但为何会如此便宜 原来团扇厂商采取博利多销的策略 用心经营餐厅 宁可少赚也要让客人吃得好吃的饱 就是看到人场辛苦的一天 这样的中午坐下来这边 用个餐休息 用个餐看个电视这样子 来享受一下美食 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不光是吃饱吃好而已 团扇厂商也加强员工训练 提高餐厅的品质 50元铜板价实在是太亲民了 旁边的一些台电啊 中有的员工啊 还有一些北新的那个 瓦斯一些员工 也慕名而来这样子 50元铜板价的午餐 让金属中心员工荷包省下不少 甚至还吸引附近企业员工 到这里用餐 算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不过比起外面自助餐依旧划算 也难怪餐厅总是高棚满座 生意兴隆 港督新闻张世民罗绍军采访报道 陆客来台人数减少 为了抢救国旅市场 饭店纷纷推出优惠方案 高雄市一家知名的连锁饭店 结合航空公司以及旅行社 推出了三天两夜大鸡花联行 价格竟然比单买来回机票还要便宜 如此破盘的价格 让消费者跌破眼镜 预料将掀起一波花联行的热潮 饭店旅行社及航空公司 共同推出三天两夜花联行的专案 究竟有多便宜 算一算光是机票 高雄来回花联就要4300多元 更别说两碗饭店住宿 外加餐饮招待 售价居然4000元有涨 不是以利益为目的 我们就是只是纯粹推广 从高雄到花联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南部的民众 又省时又省钱又省力 我们是以这个为一个出发点 这个是见骨架了 不是真的是见血见骨头了 那应该是这样讲了 饭店业者坦诚 两天住宿外加来回机票 不到4000元的价格 根本是杀到见骨 但为了抢救国旅市场 还是得下猛票 由于高雄花联航线 平常日载客率约六七成左右 航空公司期待这波促销 能够提高载客率 其实目前在这个专案来讲 其实是应该是说 国内线没有那么便宜的售价 现在很多其实到花联 都会搭飞机的 其实客人也都蛮多的 就我刚说的 它的时间真的节省很多 这个价位其实就是一个 说实在的就是一个促进 我们国内的旅游的一个合作案 那当然航空公司也给了 很优惠的价钱 饭店也把它的 整体的价位都压下来 两个人才3990 其实就是买饭店送机票 我买机票送饭店了 空拍机清楚拍下花莲的山光水色 底下雄伟七派的欧洲宫廷市建筑 就是这趟促销专案的下榻饭店 趁着9月底 花莲六十淡山金针花海盛开的时节 民众不妨规划一趟花莲行 搭飞机50分钟轻松抵达花莲 立马享受台湾后山的慢火悠闲 快飞花莲 港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采访报导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是薛安珍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教练之后 我常告诉小球员们 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